原石也能像彩票一样实现一夜暴富吗 现实是 但凡能够留到你手上的百分之九十几只矿 今天我去机场接了一位从山东来的粉丝 他还带来了一块在保险柜里珍藏已久的石头 借此机会我们就从原石到制作精美的翡翠 看原石跟彩票谁更能让人实现财富自由 原石就像彩票都让人琢磨不透 一块石头从矿上被挖出来到流道市场 经过成千上万个经验丰富的人反复研究考察过 没有价值的石头可能留到某个直播间 可能给到你的价格 外面给不到你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矿口 我们自己的料子 直到刷到直播间的你遇到 心里想着要不 这块料子总体来说表面没有纹裂 并且带有飘花 这种手镯要是起货效果好的 一条就能卖到三到五万起 剩下的边角料用来车珠子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珠子没有手镯价格高 手镯之所以比其他普通翡翠食品更贵 可以说是因为大多数好的料子都被做成了手镯 剩下的镯心和边角料拿去做挂坠 小碎料则用来车珠子 这块料子对我来车是大脑 多少钱买的 三万 小千 小千买的 卖给我 不可能 墨西沙的 嗯 墨西沙的 但是皮卡没有任何表现 没有任何表现 就是那个手镯 那你�**了呀 住谁啊 这里肿水是最好的 如果能在肿水好的位置 起一条手镯 那么价格将不言而喻 我们去给它现切 给它下片 大哥觉得这块石头做四条手镯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到底大哥的预判能否如愿 切刀下1.5的 第一片下来的时间需要4个多小时 趁这个期间带大哥去逛一下市场 带大哥感受一下四绘玉器之香的魅力 大哥说他平时不光完原石 对彩票也情有独钟 在逛完一圈市场 没有买到新衣材料的情况下 大哥选择了激情下注 真是出乎意料 第一刀不仅没有裂 兰花还变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 跟老板沟通完怎么做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 陷切的第一刀长了 兰花变多了 没有裂 我们很高兴 以为这代表了好的开始 结果 这里冒出到裂了 越往后越差 不仅能做手镯的位置越来越小 这圈口太小了 花越来越少的同时 还冒出来纹和裂 圈口小的手镯只能做宝宝镯了 这意味着价格将大打折扣 先出去研究一下具体怎么做 才能挽回损失 雪上加霜的是 冲水最好的地方没有带到 完了 独手桌正难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 只有一种选择 那就是 要不还有一个方案 就是现在直接卖掉 现在直接卖掉 我才不会卖它 两三万都不卖 不卖 你的本钱才五千 那也不卖 很显然大哥不服输 那只能把五明显文猎的片 继续拿来压手桌 哪怕知道最后成品出来后 也不是完美的 这祸头啊 对对 你要不要再研究一下 不研究 不研究了 既然大哥对这块料子 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那我们就听大哥的 看大哥的选择 最后结局会是怎么样 哦 爆裂了 有吗 出裂了 乌漏偏逢 连夜雨 最好的货头 压出来的手桌 竟然出裂了 并且出现在了圈口里面 翡翠的裂 就像年久失修的桥梁 对其品质和价格影响很大 佩戴过程中受到的碰撞 就容易使裂漆扩大 甚至断开 手桌是不是很难 太难了 这地方有关键吗 哦 没想到第二条手桌 也出现了纹裂 现在只能把手桌 粗胚压出来 再看这条手桌具体情况 比较幸运的是 这条纹裂是长在最外面 可以经过后续加工去磨掉 代价就是这个手桌会变薄 前面两个手桌 都出现了纹和链 这大大打击了我的信心 这条虽然有点缺口 但与前面两条对比 已经相对是完美的 走吧 那我们去做手桌的地方 现在我们只能寄厚望 与手桌的起货表现了 我们今天先把这三条做出来吧 等结果吧 这位翠友的心态还是很好的 决定自己体验一把坐鱼人 把剩下的料子 自己用机器给它压出来 刀下料 能够还能出一条半 柱子 那就是边脚料都能卖四五千 真的写一个 真的写一个 上野吧 我们去拿手桌了 手桌做好了 大哥有事就先回去了 师姐玩的手桌没了 至于那张彩票也没能改变他的人生 第一条手桌不仅有链 还有死花更鲜 第二条里面有棉线 在镜头里不明显 这条比较细 比较薄 应该五六千吧 这一条 这一条就 这条货头 这里也有链 那是第二条最好吗 这条最好 这条飘花多 水露多 游链啊 没 哎呀 哈哈 哈哈 啊 反正不是我的石头 就还是有一点不尽人意啊 我本来觉得 哎呀 你还觉得原始能让你实现迷夜暴富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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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